一個疫情令無數的家庭分隔異地 亦令他沒辦法見到至親的最後一面 公公真是對不起 我回不了你 三年多沒有真真正正一家人在家吃飯 是一個思念 一個疫情令他決定勇闖英國 尋找自己的音樂夢 我短期的目標是希望會做到 可能一天純粹是廣東歌 然後可能找個公園 好像外國的樂隊表 去集合一群喜歡亞洲文化的外國人 加上可能自己的香港人可以一起玩 我來看見亞美和未婚夫阿希 由中學開始已經在英國留學 由於早已適應當地的生活 畢業後他們決定索性留在英國 定居於全國最移居城市之一的納粹 這個簡直是我們以前的藝術學校 所以那個惡影還保持這麼古色 距離這個簡直是Victoria 那些年代建的樓 超過一百年歷史 這區是否就是你們所說的大學區 對,我們右邊的 就是Nottingham Chang的學生職員 裡面有攀石場、健身 還有一些運動、羽毛球場 裡面也有 在大學嗎 對 咖啡店等 全都在學生職員裡 其實你過來這裡讀書 你也不需要離開這區 對,其實不用了 這裡可以玩 玩了 但你覺得區安不安全嗎? 以學生來說 安全 其實我去過很多地… 很多學校生活 其實Nottingham真的安全 家長除了重視子女讀書環境的安全性 學校的排名也都相當重要 而Nottingham市內的兩間大學 全國排名都是60名之內 所以不少少在英國升學的學生 都會考慮定居在這裡 Yammy和阿希也不例外 不過對他們來說 Nottingham除了是讀書的地方 亦是令到他們成長的地方 我之前有聽說過 他們說在香港讀書 中、小學是很困難的 你要不停考試、不停尋找書 但上到大學 其實就沒那麼大壓力 他們說外國就反過來 是的 大學就真的… 因為上學校、上學校 其實你一個星期上幾課而已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靠你自己 那個星期完成 然後再拿回去給你評論 然後你再去改 隨著英國政府為BNO持有人 推出五加一方案 越來越多的家庭 都考慮讓子女來英國升學 但要舉家移民 要顧慮的東西實在太多 當地的津貼 中、小學雖然可以免費 但如果子女要升讀大學 學費開支 就真的要想過度過了 除非你已經在英國住了五年 三年 三年再有B.C. 這樣你就會拿回他們的本地價錢 但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也是國際學生的本地價錢 即是想我拿BNO過來 在這裡住… 你要拿了B.C. 然後再住了三年 即是要給一個國際學生的份額 是貴多少 一倍 貴一倍嗎 貴一倍 其實本地的人 其實他不用付錢 去讀書 他們是去申請學生的 讀完之後畢業 如果你的薪金不超過28 一年他也不用你還 去到有一天過了才會還 對… 譬如你整個人薪金不超過28 你人薪也不用還 真的嗎 對… 由畢業至今已經兩年 Yammy和阿熙在生活上 都有不同的爭執 但他們到最後都會原諒對方 遇到甚麼困難都會互相扶持 對… 我很感謝他 他真的有為這個家人付出 不是說我沒有 不過我比較少 雖然有時吵架 就覺得… 火雀眼 對… 火雀眼 但其實… 冷靜下來之後 其實他真的很可愛 對… 他也覺得他很可愛 他真的很可愛 謝謝你 謝謝你的生命 不用客氣 對… 但他為了你 他也說之前 可能真的不太認真 對… 然後就真的… 放下 然後認定了你是杜恩 然後可能經過你開店的時候 他被罵… 他也是… 他也不出聲 對… 他也不出聲 一直都會在你身邊陪著你 你哭的時候 他也是第一個薪金給你 對… 有甚麼事 他也在你身邊陪著你 如果想起這個人 其實… 對你的感覺是… 是… 是… 你會否也有些話想跟他說 甚麼感覺 他是一個很難說 他自己的感受出來的人 以我所知,他的性格 其實他很想多謝一些… 例如一個人,一群人 對 他也會很修修埋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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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 他們的所到之柱 都滿載著他們兩人之間的歷練和回憶 這就是Lottinger的… 一個很有名的公園 叫做Wallantan Park 我身後面就是… 蝙蝠俠電影裡面有取景過的 裡面是荒廢了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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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裡有一片… 一望無際的草地 是… 有樓… 對… 畢業的時候 也有人在拍畢業照的 對 跟他也有時間在這裡… 坐下 吃東西 這個就是你的介入活動 對 也挺舒服 挺有限 我聽你說 其實你之前也試過 你可能有些情緒失控 一些Panic attacks的情況 大概是10年前左右 有一次就是上上課 突然很不舒服 去到醫院後 把所有東西都檢查完 都是沒事的 因為媽媽是護士 其實她心中有數 回到香港 就找醫生檢查 發現了我有經控症 Panic attack 然後就看精神科醫生 一直看著現在的 要長期吃藥 對… 有時就是… 當發病的時候 就會… 會很害怕 但不知道害怕甚麼 其實我自己之前也有試過 是一種很恐怖的感覺 每個人的症狀不同 但大致上 那一刻你覺得自己 不能呼吸 那種感覺是… 你只感覺到很害怕 那種情緒 但你完全… 腦袋運作不了 是有些失控的感覺 一年都會有幾次Panic attack 即是會有發作 那開始的時候 可能會不知道怎樣去控制 例如… 可能坐在地上 脫衣、脫鞋 又說不能呼吸 有些外國人是很好的 就會慢慢靜下來 你才再聽你解釋 那你有叫Yammy在身邊的時候 那個感覺 那個安全感大了 反而那個… 當你Panic的時候 你好像有一件事會保護到你 因為始終你不用孤軍作戰 好像有一個在你身邊幫助你 雖然是英國創意 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但一想到家人為自己的付出 他們多麼辛苦都會捱下去 疫情兩年多以來 他們不可以像以前一樣 隨時往返英國和香港 所以內心積楣積楣 有很多說話都想跟家人分享 在未有孤軍之前 我是回去香港每年一次的 但其實現在是三年多都沒有回去 一定很想念的 也有家人今年也離開了 又不能回去見最後一面 其實你是一個遺憾 三年多沒有真正正正的一家人 在家裡吃一頓飯 是一個思念 公公就真的對不起 我無法回來 看你的臉 你會否也跟他說 你現在才會覺得很好 我想他在天上也會看到我 爸爸媽媽其實全部資源都給我 所以我爸爸媽媽經常都問我 你有沒有想念我 你經常都不打電話給我 其實我很想念他們 但有時候真的累不想過夜 所以我就不聽 或者直接沒有打電話 因為全部資源都給我 所以我不想做得不好 對 然後爸爸媽媽和哥哥婆婆 我會比較擔心 因為我懶惰 我會害怕 如果我真的無法回去 有甚麼事 其實我經常都會有想法 上次我爸爸跌倒 然後他叫我媽媽打電話給我 我想見Yin-Yin 你可否打電話給他 那一刻我就覺得 好像很久沒有回去見他 這個我覺得有點對不起他們 會不會也想謝謝爸爸媽媽呢 對,謝謝你們 我做甚麼都支持我 其實你的女兒真的很任性 但是你們也不會說我 就是由我自己去發展 Yin-Yin和阿希給我的感覺 其實跟他們開的咖啡廳的名字 好像很複雜 都是一種純純的甜甜的感覺 他們可以說是比較幸福的 而他們也知道 他們很感恩 他們家人給他們的自由度 給他們的支持 去做他們喜歡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 去他們咖啡廳吃的 很多人說 可能食物不太好吃 他們不太會煮 但我覺得如果你去他們咖啡廳吃的話 你最主要吃的是一種人情味 這集的主角叫Rono 他在大學時就選擇來英國讀 讀完書後留了一年, 之後就回香港 回到香港後, 隔了三年 就發覺自己還是喜歡英國的生活 就選擇來英國開始他的新生活 我們一起來聽聽他的故事 同樣住在Nartingham的Ronald 他從小到大都熱愛音樂 三年前決定移居英國 跟朋友一起投入音樂創作 他在Nartingham市內合作了一間公室 決定齊齊尋找創作靈感 但我沒有辣 來 你好… 你好… 多大 我估計五、六、八尺也有吧 多少錢 1100磅, 但不包含金錢 價錢在這裡來說算貴還是便宜 以現在的市價是便宜 很久以前我住的時候 可能是900磅 但現在的升幅應該不僅是這個區域 即是你讀書的時期已經在這裡 沒錯… 參觀一下 好…隨便吧 這裡是我工作的地方 現在是… 看來你做的事是跟音樂有關的 還是比較創作創作 嗯… 這個是你的 很壞的房間 但真的… 基本上一跳上去 然後就睡覺 睡醒就跳下來 Ronald十幾歲的時候 學業成績一般 所以他媽媽決定送他去英國留學 但是大學畢業之後 Ronald曾經短暫回留香港 到底是什麼原因 令他再次回來英國呢 畢業之後去了倫敦工作 是 那時候去做什麼 是一些關於市貿易研究的事 但做了一年之後又回到香港 因為我心目都是掛念香港和家人 因為離開家太久了 是呀 那為何最後… 隔了三年了 都要選擇回到英國留學生活 可能習慣在外國的空間比較大 即是香港太密集、太多人 很大壓力 其實很不習慣 但你選擇離開香港的原因 不是因為香港 你覺得是香港的文化 做不到你的事業 而純粹是你覺得 文化事業應該在世界各地 都可以做到 而你比較喜歡英國這邊的生活 比香港的生活 沒錯 Rano每天都需要創作音樂 不過創作靈感這家東西 真的不是說有就有 Rano就覺得 英國空間夠大 生活節奏比較慢 頭腦都可以特別放鬆 創作的時候也沒有那麼大壓力 那會不會對你的創意來說 也會有影響嗎 我想創作除了你吸收了很多知識 或者一些養分之後 其實你是要自己… 去沉澱 對,去沉澱再想出來 但是香港是一個很好吸收 不同知識的地方 但是沒有空間讓你沉澱 你現在的工作 其實是想在英國宣揚香港的文化 沒錯 而這首歌就是你的唯獨 即是你的唯獨 然後你正在用不同的方法 去做這件事 沒錯 我跟外國人一起合作 我會有介紹一些廣東歌給他們聽 其實他們會覺得我們的歌曲很厲害 很欣賞我們 原來你們的歌曲這麼複雜 然後做一個可能兩小時的演唱會 是要記錄那麼多東西 那麼長 對 你正在做的事 就是希望將香港的廣東歌 或者香港的音樂文化 帶給這裡的人 但是你的目標 不是只有這裡的香港人 而是本地人也會想的 對,本地人也想的 是 因為英國也是一個 很接納多元文化的地方 其實他們也可能會有一些 難美的音樂樂會 可能我短期的目標 是希望會做到 可能一天純粹是廣東歌 然後找一個公園 像外國的樂隊表 去集合一群 可能喜歡亞洲文化的外國人 加上可能自己香港人 可以一起玩 在香港要搞音樂 一點也不容易 那麼香港人來到英國搞音樂 會不會更加難呢 他們在做什麼曲 對 其實我們除了做活動 我們也會奪行樂樂隊 以及會接一些 音樂製作品的工作 雖然這裡的地方也不大 但現在很夠用了 但一開始為何會想到這個構思 因為自己的背景也有做創作 希望可以用這個能力去幫助一些照片 如果他們不會運用音樂這個工具 那就是我們幫他們表達他想表達的東西 創作向來都不是一件意事 從事音樂事業 未必可以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匯報 不過他們寧願去做其他工作 去支持日常開支 都不想放棄音樂 不過明明英國這麼大 就好像倫敦、利物浦一樣 市內都有不少的歌劇院 亦都是不少著名樂隊的發源地 但為何Ronald會選擇了 Nottingham去走他的音樂路呢 因為一開始我會考之後過來讀書 都是先來Nottingham的 但你會覺得你將來都會留在這裡 還是都有其他地方 或是想到處去 我相信Nottingham也會經常來 就算他日我去另一個城市 或是另一個國家 然後Nottingham也會是我其中一個家 一開始你為何會喜歡音樂 其實小時候喜歡音樂的時候 主要是家人要想我學習不同的手藝 讓我接觸不同的範疇 然後自己也喜歡那種滿足感 可能練習了一些樂句 或表演出來給別人看 也享受讓別人看著的感覺 對,別想 但怎樣由這件事 一開始到家人想你學習 到你自己喜歡 而到你現在對這件事很有熱誠 我想主要的轉變就是 學會如何用音樂這個語言 去表達自己 發覺很舒服 而且那種感覺就是 會找到一些理解你的人 其實是一個像濾濾 你濾濾了一些 跟你的觀念不同的人 是不會明白你的表達 或者不會喜歡你同類人的東西 是… 其實音樂是你用來 去跟別人合作的一種 對,沒錯… 我覺得也是交流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人在異鄉 Ronald除了希望 營聚一群想法相近的 音樂法燒友 亦想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 可以互相溝通 希望在英國 就是多些跟不同的人 可能在文化上作出交流 還有想可能集合一群 大家都是喜歡同類文化的人 所以音樂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工具 除了利用音樂代替文字 去說出自己的心聲 Ronald亦都喜歡籌辦不同的活動 去認識更加多的香港朋友 令他們即使來到英國 也不會忘記自己的根 剛剛這個中秋 我們是組織了一個活動 一開始的想法 其實不是市集 是因為我希望集合一群 可能地區店 帶一些未接觸過這個城市的人 去知道有哪些店舖 可能對香港人是友善的 因為我明白到 可能新剛過來 對環境又不適應 然後可能他會拍攝 會否相處一些格幕 大家始終膚色不同 生活習慣不同 找了大約二十多間的店舖 然後我就問他 我們其實有一個傳統節日 然後如果我舉辦一個購物活動 你們有興趣參加嗎 其實大家都是大力支持 以及很歡迎不同的人 去他們的店舖 然後也歡迎他們去聊天 而多說一些市場 其實就是… 因為我聯絡的都是一些 可能是獨立店舖 其實他們本地也有一個組織 聯繫一群獨立小店 我自己作為… 即使在香港或英國 我都相當支持一些小店的人 我也想在這件事上出一分力 談的過程 有些店主介紹了我 去認識可能市場公司 在附下的一些單位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會有一個… 當日會有一個市集 其實他們可以分到一個位置 我覺得其實我也可以再叫一群 香港自己的手作人 或者做事業的人 他們也可以來擺攤 我們再多一點空間 屬於我們自己的香港人 去見面 去可能打吵架 其實這是挺重要的 因為… 所以現在就變成一個市集 讓本地人和香港人 一起去… 沒錯 去辦一個活動 沒錯 這個屋子… 當中我都會把音樂的元素 放進去 就是會辦音樂會 Ronald曾經誤入歧途 令家人擔心 但有一天他突然下定決心 去外國留學 還打算在當地藏一番事業 當時十七、八歲 我會覺得很多東西 都是理所當然和英分 現在我這次回來 想多了很多家人 因為可能想負多一點責任 Courtney帶著肚子 都要來英國生小孩 他和Roger對於教育下一代 又有什麼計劃? 不想他太辛苦 又要上很多興趣班 又學很多東西 不需要太強勁他要做什麼 這裡的教育 我可以幫到他 找到他自己的興趣